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受人的因素影响过大 特别是受到士族门阀阶层的干预 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对封建国家的不利因素 因此一个能够面向全国所有读书人的车举制度应运而生 当然这也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实车举是一个含义丰富复杂 具有动态特征的词语 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或设科举是约略同与共举 起始于汉代 侠义的科举指尽是科举 起始于隋朝代 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 但要定下一个七十年代 必有标志性的创制 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 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 就只有隋扬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 世界都知道科举制度形成于隋朝 隋扬帝时期正式实行 但是由于隋朝的时间过短 其主要发展时期还是在隋朝之后的唐朝 大家都听说过唐太宗曾感叹科举制度 将天下的人才都延览到了自己的麾下 那些士族门阀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安插自己的亲信 无法再通过九品中政治这种方式来实现权力的继承了 如此就大大加强了中央和皇帝的权力 同时通过科举制度考证的进士都是天子门生 他们这些人对皇帝也比较忠诚的 对封建科举势力更是起到了意志作语 那么科举考试是如何考的 到了宋朝的时候经过隋唐这两个朝代的发展 科举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完善 在加强君主权力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台国皇帝赵匡义很明白科举制度 对加强君主权力的好处 虽然他只是一介无夫 但是这个人对于知识分子 在治理国家的作用中的认识还是很深 特的他明白武将容易骄横的跋扈 很容易造成国家动大 于是他就非常重视文人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国家统一战争才在进行的时候 赵匡义就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在国家建立的元年就举行了第一次考试 仅仅录取了十九个进士 大家要明白科举制度毕竟不是高考 高考说白了只是一种普通的升学考试 每年要录取上百万之多 而科举的开科取士是位皇帝扎路顶级的文官人才 他们都是高级官员的后备干部 宋朝刚开国 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 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关键是要树立皇帝以文治国的理念 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这段时间 朝廷更替比较快 很多人可以横跨好几个朝代 所以知识分子也考了好几个朝代 所以赵匡义就从中挑了一批常年考试 而没有中进士的人 之后将他们赐予了本科进士 以司马普为首共计一百零六人 他们被称为恩科进士 这些都是未来大宋朝的治国理政的中间力量 所谓恩科其实就是皇帝树立自己爱才 惜才的形象 让天下的知识分子都要好好努力准备科举好事 最终让这个指挥棒指引着大宋朝的文治路线 可以说在宋朝集之后的王朝都使用过 恩科这种特殊的形式 不过毕竟恩科不是常设的制度 常规性的科举考试才是天下世子们的考试正途 那么常规性的科举考试又考些什么呢 宋朝基本继承了长代以来的科举考试的两大系统 即常科和智科 常科顾名思义 就是常设的科 形式非常固定 具有国家的制度性的规定 要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参加具有规定科目内容的考试 尽是科试必设的科目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要考的科目 比如 九经 三室 明经等 所有的人在经过院时后就要在每年的秋季参加地方相当于现代省级单位考试的相识 通过后就成为了举人 这样他们距离功名就更进一步了 举人们则要去首都参加剩下的考试了 直到考中了进士 其实除了常规性的考试以外 还有一种制科 这种考试主要是由君主亲自主持 这种考试形式也是比较久远的 远从汉朝 进至唐朝 都有这种考试类型 到了唐朝 有些制科经常性的被考试 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常科 当然这主要也是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教 重视用文官治理天下的结果 等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种经常被考察局的制科范围不但扩大 而且有资格参加考试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可以说全天下的所有人都可以考试 即使你已经高中进士 也是可以参加这种考试的 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式 就曾经考过制科考试 考的则是让后来苏式吃过不少亏的 前两方正能直言极见课 这个科目如果只看名字的话 简直就是神圣非常的 这是圣人才有的品行 虽然苏式考的名次比较好 但是苏式这伙计太耿直了 自此之后 他就按照这个科目字面意思一样去做人 做官 如此当然是碰壁无数 到了老年才明白考试科目 与现实是脱节的 大家常常抱怨高考的科目太多 提量太大 然而 这和宋朝的科举考试提量 相比就小屋建大屋了 科举不但要考试词格付 这些需要创造力的科目 还要考考生的记忆力 无论哪一级的考试 这些应试者们都要在考场考个三四天的样子 别忘了 古人当时答题 还是用的毛笔 比我们现代人的书写效率低得多 往往毛笔写一个字 我们都能写一型字的 因为古人对应试者的书法要求也很高 只能用开书 所以 效率就显得更低了 我们在看影视剧的时候 经常看到很多人在读榜时 高呼甲科状元某某某 乙科竟是第一名某某某的 大家估计都对甲科 乙科有疑惑吧 其实 就像字面意思一样 甲比乙高一等 甲科也自然比乙科要高 其实 在最初的时候 科举制里并没有甲科和乙科的划分 甚至 在唐高组和唐玄宗 前期这段时间只有一科 所有进士都是一科进士 唐玄宗也是一个好大选功的皇帝 对内政外交要求很高 为了彰显自己统治下的国家的文质昌盛 唐玄宗就破例设置甲科 这个科只有前三名 寓意让天下最优秀的人来做表率 从此以后 直到唐朝灭亡都是这样的设置 即进士有两码 分为甲 一 到了北宋的时候 进士仍旧分为甲 一 都是根据考生的优秀程度进行的划分 当然 甲科肯定还是优于乙科的 不过 并非所有的甲科进士都要比乙科的要强 比如 大文豪苏士 就没有中甲科进士 而是乙科进士 而那些中了甲科进士的人则很少在历史上听说 所以 类似于现在 有很多高考成绩都很厉害的人 他只是应试能力比较强 创造性被这种单一性考试抹杀了 反倒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南宋的时候 进士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个偏安异余的小朝廷干脆将进士分为了五甲 已经没有了乙科这一官方的说法 不过 科举之这么多年的惯例已经形成了 榜分甲 乙 乙是深入人心的分法 民间并不认可官方所谓的五甲 他们依旧认为 乙等的才是真正的甲科进士 其余的都是乙科或者比乙科更差的 但是到了大义统王朝的明代和清代的时候 又出现了甲 以宝之分 也许这是他们的致敬唐明皇吧 可以说 科举之作为一个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 他直接关系到参加考试的人的命运 要比现在的高考重要的多得多 从隋朝确立以来 科举之也不断的发展变化 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日益完善 宋朝时主要就以下方面做了改动 最后是影响颇大 首先 科举的考试 时间确定为每三年一次会试考试 也就是每三年一大笔 这是因为 根据前几代的经验 如果每年一大笔 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精力 物力 财力 而且 当时交通条件很差 我国又浮原辽阔 考生终日在赶考的路上 对于让考生安心学习没有什么好处 对于考生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所以 确定为三年一大笔 既节约了国家和考生的成本 也有利于提高考生的水平 这个三年一次的会试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列王 可见这个时间安排还是挺合理的 其次 科举考试的代批乐试卷也多加了一个程序性的制度 那就是著名的胡宁制度 即将考生的姓名呼上之后 再全部交给主考官 主考官完全是盲批 根本不知道考生是谁 这样 就避免了考官的主观性倾向 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 可以说 这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比较先进的制度 其实到了现在的高考也是模仿这种批改制度 可见 这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如此的强大 最后 科举考试的内容体材 也有了重大改变 因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基本确定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践 很多科目都有了程式化的倾向 内容非常的僵化 言之无误 毫无生气 所以 到了欧阳修主持会试的时候 将延续几百年的旧模式改掉了 主张文章要能够体现内容的古文 要做到文以再导 等到了王安时变法的时候 为了适应改革形式的发展 王安时主张要废除掉诗 赋的科目 因为 很多世子每日苦思冥想这些虚无的东西 经常作物并止身影 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用处 所谓诗词歌赋只能当成平时的业余爱好 不能再凭借这些成为步入试图的敲门砖了 所以王安时改革后 科举指考试经济 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当然 这也充分说明了王安时改革科举的正确性 时间就是最好的检测员 但是 死后的科举之也有很多消极影响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 官僚队伍壮大 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 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明太祖将源于人潮的八股文体 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就是其中之一 甚至由于科举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 因此经常会有平时高中之后抛弃弃子的悲剧发生 长此以往 则严重地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参考资料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科举制堪比四大发明影响全球用人观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